這是一個Airstream 欸超誇張的耶 太酷了吧 所以這裡真的可以組東西 這邊真的可以組東西 Google那些完全比不上這裡啊 每一個辦公室都長得不太一樣 都會取景一個真正在 平台上面存在的Airbnb 哈囉大家好我是Alex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人在舊金山 然後呢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帶大家開箱一個 矽谷的隱形巨頭公司 而且根據很多調查顯示呢 這家公司不僅錢付得多 福利也是超級無敵的好呢 沒錯今天來到的就是 矽谷最知名的網美科技公司 Airbnb 耶 然後呢今天的影片呢 也請到了我的朋友 欸變成路人了 Robert 來帶我們參觀 我們公司有一個特色就是 每一個辦公室都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他們不一樣是因為 我們每個辦公室都會取景 一個真正在 Airbnb平台上面存在的 Airbnb 這個房間叫做上海 然後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很簡單的介紹 就是說 欸它在Airbnb上面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是真的在上海就長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就會去挑一樣的家具 然後把它重新過 大家看看這個 是人家開會的地方 是不是很過分 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 什麼光聯吃飯的地方 就是 挪威Style 所以就是一個 Lock Cabin的概念 裡面都是 應該是用真的 真的木頭 問起來就是香香 然後馬上另外一邊就有一個 這個是Real 就是 有點Bashi Style 雖然我看不太出來 這Bashi Style 什麼意思 所以你就在這邊這樣開會這樣嗎 對啊 我在這邊也開會開了好幾次 其實蠻舒服的 這裡根本就可以拿來睡覺吧 應該有人在這邊睡過 我還不知道 那你們嘴於說 辦公室的設計理念就是 讓員工覺得不像在工作 覺得你在 住在Airbnb裡面這樣子 因為我們公司的其中一個 Core Value就是 Be a Host 所以他們就 把公司的環境打造得很 很Cozy 對對對 讓你覺得有回到家的感覺 真的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中庭 叫做Atrium 它有名字 對 它有它的名字 叫Atrium 然後它就是 它上面全部都是玻璃 所以就是採光非常好 就覺得 哇 這裡好像一個 非常高級版的IKEA 高級版IKEA 我們再往前面走 就會看到 非常 超級酷的 可愛的 這是一個Airstream 超誇張的耶 其實你可以 直接進來 可以偷看一下這邊這個長什麼樣子 它就是一個Airstream 我的天哪 對 還有床耶 可能以前真的有人在這邊睡過 所以現在就放一個扇子 不要在這邊睡覺 自己 假裝要當你妹妹 然後它這個就是162元 你知道每開一次會 就覺得你好像賺了162元的感覺 對沒錯 這個小腳踏車呢 以前他們有時候禮拜五下午就很熱的時候 就會有人騎著腳踏車在辦公室裡面 給你冰淇淋 開始發冰淇淋 然後就會在 就會有那個 拔噗拔噗 對 之類的 然後在那邊 在那邊一直搖搖搖搖搖 哎呦 太豪笑了 滿開心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特別的景點 是很少人知道 因為它很不明顯 它是一個拉麵攤 Airbnb可以煮拉麵的地方 對 但我有點忘記它在哪裡 真的啊 所以我要找一下 因為 隱藏到連員工都不知道在哪裡喔 應該在前面 應該在前面 我看到是不是那個 哎對 就是這個 東京 卡拉OK おでん 哇 你太強了吧 駅 駅 ラーメン ラーメン キトリ キトリ ラーメンバー 這個又不是會議室吧 這就是會議室 這會 但通常大家進來都是來玩的 傻眼 對 所以可以進來看一看 欸 太酷了吧 對 還有 Liko 我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Liko 夢名其妙 基本上以前也是沒事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這邊煮的什麼 辛拉麵什麼 哦 所以這裡真的可以煮東西 這邊真的可以煮東西 有點可怕 這個不知道是誰的照片 這個我還真的是第一次注意到 你還可以買耶 對 這是公司嗎 請問 請問那Google那些是什麼辦公室 完全比不上這裡啊 欸 還有那個 宮崎俊的那個 五臉男 神隱少女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 他們就是公司 你看這邊有幾百個檢查 幾百個椅子 要處理這些東西都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辦了一個 就是不用花錢的market 就讓大家來隨便拿零元購 零元購 對 那我可以嗎 零元購 已經結束了 現在就是這些就留給原公眾 但那時候它就是很多 多餘 那時候怎麼沒有tax我一下啊 真的 而且這椅子 這椅子 我後來查過了 這椅子一個要一千塊 一千 對 欸 這個也可以拿嗎 這不是Apple的 有哦 它好像有人就拿這個 太爽了吧 啊 我覺得公司真的是很聰明 這是一個三營的局面 就因為他不想要處理 因為其實處理這些東西 當東西這麼大量的時候 他要花更多的錢 所以就乾脆讓員工就帶回家這樣 免費他 然後那天 平常公司都沒有什麼 那天的人就 倒炸多 然後排隊排到 比 疫情前還要多人 我會想說哇 大家是怎樣 員工突然全部冒出來了 公司平常對你們不好嗎 我覺得這個也很值得講 因為這個是我們 當初 就是Airbnb 進軍古巴的時候 哦 所以這其實是古巴的國旗 有點看不出來 哦哦 那因為 那時候古巴封閉了很久 嗯嗯 然後他終於打開 然後讓美國的這個資本主義進去 然後Airbnb是其中一個 然後那時候還被 歐巴馬踢了一下 所以大家就很開心 所以這個就 被放在這邊 對 這是我們的二樓 然後這個我覺得 可以順便打一下廣告 這個叫做 Airbnb Room 是我們最新的 產品 它其實就是 private place 已經叫private place 就是你去 住在人家的真的家裡面 嗯 然後那個host會在那邊 就是幫你照料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加入 Airbnb已經 7.5年嘛 所以算是從他的 preIPO 到IPO 嗯 就是自己經歷過IPO那個過程 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心得 感想 其實我們公司那個IPO 其實有點難產 其實我也沒想過要待那麼久 那2020年底上市 那整個故事也是滿有趣的 我是2016年初的時候加入的 嗯 其實算中後期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已經很多人在講說 欸什麼時候要上市 基本上就是馬上就要發生了 但是實際上應該就是兩三年以後的事情 然後就這樣講講10年 然後最後終於在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上市 所以其實也是 也要給我們的Founder他們Credit 2020年對於旅遊業來講 實在是非常的慘 然後我們還可以就是逆轉勝 我記得2020年Airbnb是不是也有 大財源 嗯 所以大財源完之後 然後上市 對 那時候我們四個人裡面就猜一個 就25% 所以非常的恐怖 而且是在一天之內全部猜完 我們2020年那時候3月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瞬間一個禮拜 公司的booking就掉了85% 非常驚人的數字 所以公司基本上馬上就白白了 但我覺得是他執行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就是很有忍性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當那天他在宣布的時候 雖然直接就講說他要裁員 可是他講了非常好的一句話就說 這真的不是大家的錯 然後他講了講了就哭了 他那是 對我覺得他那個是情緒應該是滿真的 對所以大家就覺得他已經做了很多他能做 但最後就是沒辦法 公司必須生存必須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算是很厲害的就是可以把這個危機變成一個轉機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業界大家對這件事情都是算是成讚 就是覺得他算是用很人性的方式去處理一個 就是不是這麼開心的事情 後來採完原油大家就說 那就再也不可能IPO了 有這種傳言嗎 有啊 完全有 完全有 很多人就哭哭就覺得說 哇 採完了我們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上市了 這個採完好像我記得應該是5月的時候吧 嗯 然後中間他們就非常安靜的處理很多事情 然後就宣布說 我們2020年年底就要上市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 這不可思議怎麼可以這樣 對 因為變得逆襲 真的2020年對公司整體而言是一個 很像在做雲霄飛車就是 先往下再往上這樣子 那因為我知道矽谷 比如說大家一般啦 都是可能3、4年 2、3年就跳一個公司 嗯 像我們公司也是 就大家在IPO之後就有一波那個出走潮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Rock 那Airbnb到底是哪裡吸引你 待在這邊那麼久嗎 對 這是一個好問題 其實我也沒有計畫說要在Airbnb 待這麼久 因為在矽谷 基本上 平均在一個公司待的年數大概就是 2到3年 對 2到14年已經算是很久了 對對對 我們公司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就待很久的人就叫Dinosaur 因為就是他們已經變化石了 老屁股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自己的話 覺得我蠻幸運的就是在這個公司 在不同階段可以做不同職位 所以基本上就變成每兩三年就好像是在做一份新的工作 Airbnb既然已經有這麼漂亮的辦公室 那想問Robert就是Airbnb還有什麼其他的福利是你覺得很喜歡的 我覺得最方便的應該就是我們一年有兩千塊的Airbnb credit 然後它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去使用公司的產品 你才知道一些痛點然後才可以幫助改進 那是不是每年都用好又買 以現在尤其世界各地大家都在旅遊的狀況下 那錢真的是一下就用了 覺得應該要兩萬塊才夠 對 兩千塊實在是不夠 我最近發現Airbnb看起來雖然不貴 但等你要付那個Airbnb service fee的時候 真的就是很問號 很驚人 對 很驚人耶 總共15到20% 對 大家就知道Robert的薪水是怎麼買 對了 但是我知道Airbnb其實還有一個福利是 就是可以work from anywhere 對 這個福利是疫情過後才有的 那說到Airbnb這麼好嘛 但是有沒有什麼你覺得你最不喜歡Airbnb的地方 比較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 就是consensus driven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重大決定 通常都要經過一個很漫長民主過程 大家都說OK了你才會往前行動 對 但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就是 就是該怎麼做蠻明確的 其實就是可以集中 趕快決定這樣子 決定就move on 我們這一方面沒有做到特別好 那當然就是影片呢 畢竟還是要討論到大家最喜歡的話題 我剛剛查了就是Google的senior engineer 他的total compensation 就是全部的薪水大概36萬美金 嗯 那你覺得依你的了解 不用透露你 但你身邊的人 你覺得他們的total compensation 或是在36萬美金 支上還是支下 這是好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支上 對 應該說底薪差不多 差別是在於股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公司比較新 就至少這兩年吧 可能就是Eyeboard比較多 所以它就是會上上下下 我覺得因為有這個不穩定的原因 所以公司會願意在equity上面 會比較大方 跟Google跟Meta比是差不多 或甚至在網上 至於說就是 細節有多少我就 大家自己去看 Level Star FYI 大家自己去看 對 但Level Star FYI是說 差不多44萬 我想應該差不多吧 對 既然薪水高嘛 那大家可能就會好奇說 在裡面就跟你工作的人 他們有特別厲害嗎 或是他們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特質 因為我待滿久的 所以我覺得公司在每一個時期 它的招來的人 跟需要的一些能力都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Airbnb interview的這個過程 其實也是滿嚴謹的 對 聽說是業界 對 我覺得滿硬的 對 我覺得滿硬的 對 有點難到不知道怎麼 為什麼要這麼難 對 我覺得就是 當公司想要往下一個階段跨的時候 它就想要招以前它招不到的人 對 所以就會 當大家也一向來這個公司的時候 就會把標準越提越高 越提越高 對 overall我覺得我們公司的 員工的素質都算是滿好的 不管什麼function 對 好 那又很好奇啦 就是你覺得 財富自由對你來說 定義是什麼 哇 這很棒的問題耶 因為我們還沒有財富自由 所以我沒有常常想這個問題 我知道我們公司有一些人的確 很早很早很早期加入了 已經財富自由了 那他們很明顯就是不會出現在公司 財富自由我覺得定義 所以應該就是你能夠自己挑在 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地方做特定的事情 完全由你自己挑選 有錢是最容易達到這樣子的 但如果你本身就已經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你喜歡的人旁邊 在你喜歡的地方的話 那其實也算滿自由的 所以我覺得 對 財富自由 所以你算半財富自由 我嗎 你說如果因為是公司 是一個很不錯的環境 那的確是 但如果錢財的話 如果自由了就不會在這邊打雜啦 Robert真的太沉虛了 我們今天就是非常感謝Robert 然後帶我們參觀Airbnb 超級無敵 王美的公司 王美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貌富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